如果最后真相查出来是敏慧害死了我姐 你会怎么做 你不用试探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害死苏田的人 我就是苏田的亲弟弟 在我两岁那年 爸妈就在一场事故中过世 我跟我姐一起被送进了福利院 后来我就被我现在的养父母领养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姐 但她说过 长大了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这些年我找了好多地方 也问了很多人 我不停地在路上贴寻人启事 同城区里到处问我 我去了好多次公安局 终于在两年前我得到了我姐的音讯 没想到却是死讯 所以 你真的是苏田的弟弟 怎么 怕 你为什么说是敏慧害死了苏田 我知道我姐的死讯之后 我要找了好几个当年大巴车上的幸存者 我想知道我姐在世最后一刻 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他们都说 当时我姐和另外一个女孩在大巴车上 我姐原本可以先下车的 但那个女孩和我姐发生了争执 还推了我姐 最后那个女孩先下了车 我姐却死了 现在 当着苏田的亲弟弟 当着我姐的在天之力 你敢不敢正面回答我 是不是你害死了我姐 是不是你 我 我没有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苏田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田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不是怀疑你 我只是 你只是不相信我对不对 你只是没有办法完全地相信我对吗 明慧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消息 苏田的弟弟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听的 所以我也不想解释了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不行 你们觉得不够节气的话 你们可以去法院告我 不是 什么意思呀 什么法院呀 明慧 我不是怀疑你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我相信你不会伤害苏田 你知道吗 你每次都只说你想怎么怎么样 你只会说我骗你 瞒你 利用你 你知道吗 你刚才那个眼神跟你在冰车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从来都没有真的相信过我 所以我在你心中自食之中 我都只是一个骗子冻满兴击 你出去 你滚 出去 出去 明慧 藏们让我静一下 你 站住 你们谁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慧她到底怎么了 就是敏慧害死了我姐 你说什么 敏慧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 你说她害死你姐 你有证据吗 陈家俊 你有证据吗 还有你啊 仙琪 我真是看错你了 敏慧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你 我真替她不迟 我告诉你 我们女人很简单 不是一百分的信任 我们宁愿不要 你好好想想吧 想日葵的话语 是期待重逢的爱 只要两个人的心不分开 总有一天会想你 你冷静一点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五年前我和你一样 听到苏田的死讯的时候 愤怒 难过 甚至归咎于无辜的人 但是那样无济于事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一直盼望着和我姐团聚的那一天 现在我终于长大了 我终于可以去找她了 可她却不在了 你懂吗 不怕 无论如何我不会原谅敏慧 我不需要你的原谅 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苏田 你想不想知道 苏田临终前说了些什么 我姐说了什么 跟我去趟实安镇 无论最后调查的结果如何 我会一字不差地告诉你 苏田临终前说了什么 是 你在这里是不是很熟悉 我和苏田一块长大的 在福利院 就在这附近 在古镇旁边有一棵大榕树 那会儿我们俩经常偷偷一块儿跑出来 在那儿晒太阳 你别跑 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建造的敏慧 那时候我还把她当成是苏田 她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 其实那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新奇 如果最后真相查出来是敏慧害死的逻辑 你会怎么做 你不用试探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害死苏田的人 但是我也相信敏慧 她不是这样的人 你这个小伙子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是她害死苏田的 我当时明明和你说的是 有一个女孩和苏田在中巴车上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 然后那个女孩下了车 苏田没下车 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没告诉她 邓警官 可我去找了那两个目击声容 他们说远远看到车里两个人 不仅发生了争执 还发生了推子 不是她害死的还能是谁啊 小伙子 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你要相信警察 我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你是苏田 没想到兜兜转转 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可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 想告诉我们 从哪里开始 就应该从哪里结束 你为什么会有五年前车祸的资料 当年我手术完 醒过来已经是大半年后了 我后来又回了一趟食安镇 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当时的资料 我想弄明白 苏田到底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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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五年前已经清清楚楚地跟你说过了 只是你不相信 你从来都不相信 我刚才是死的 我看你了 他也没有人在露面 我这不是你从来太远了 我看你很久没有人 你太远了 我看你做了那些是谁 你做了一遍